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536集 黑纱戴在左胳膊,那就是家里有男性长辈去世了 这不是一个好告状的时间点 夏小兰把话吞了回去,只能叫季江源节哀 季江源却主动提起 你也许都告诉我了,我妈来找你了吧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我妈的性格比较强势 强势是美化词,就是比较极端 季江源都能猜到她妈妈会和夏小兰说什么 可能还不知道夏小兰和唐红恩认识 但绝对是误会了夏小兰是她女朋友之类的 她交别的女朋友违背了季雅的意思 季雅的想法就会很极端 一想到这点,季江源都不好意思站到夏小兰面前 同学情谊是她说的 看看她给夏小兰带来了什么麻烦 季江源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妈妈的战斗力 现在,她就算指天发誓 对夏小兰毫无想法 季雅也不会信 季雅的想法是自成一套的 只相信她自己分析的结果 任何人说的话,她都听不进去 偏执,狂躁,还欣喜如发 季江源现在真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 没事从家里拿什么巧克力 干嘛要在她妈面前提起生父 季老爷去世后,就是追悼会和出病 宁家和季家是世交 宁雪肯定要出现的 宁雁凡老先生痛失老友 原本身体健康的宁雁凡也病倒了 就是追悼会过后 宁雪找了个见隙 就和季江源说了 宁雪只请了两天假 季江源却足足过了一周 才出现在学校 这种时候,她在夏小兰面前 真的有种无力感 夏小兰让她节哀 季江源露出苦笑 夏小兰根本不知道 她妈妈有多么厉害 如果我妈知道你还认识汤 算了 这些事你不用管了 我会自己解决的 就是以后要和你疏远了 夏同学,尽量 季雅要是知道 夏小兰还认识汤宏恩 那汤宏恩找上季江源的事 肯定就赖在了夏小兰头上 汤宏恩在天安门庆典游行方队里 看见一个飞快闪过的镜头 觉得像自己的亲儿子 就跑来华清大学碰运气这种事 说给季雅听 他也不会信 季江源都头疼 老爷也走了 或许他真的应该念完这学期 就回美国去 就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夏小兰本来是挺生气 可瞧见季江源这样 他能说什么呀 疏远就疏远吧 夏小兰是觉得吧 季江源一些想法比较开明 大家当个朋友相处挺好 何况还有汤宏恩的关系处在那里 不过 他又不是喜欢季江源 一定要和季江源说话 夏小兰知道 这种时候 把话说得太过分不好 他是一遭被蛇咬的人 与其事后季江源再跑来劝和 不如他先把难听的话说了 我这个人不喜欢吃亏 别人要是给我找麻烦 我不会忍气吞声的 那时候 朱放不也认为能搞定丁爱珍吗 最后 丁爱珍是谁搞定的 是康伟和邵光荣恰逢其会 是夏小兰辛苦把丁爱珍欺负惨了的郑老石挖出来 才给了丁主任致命一击 是 他家是御南乡下的 没什么背景 但这样的出身 就活该被别人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夏小兰可不会惯着谁 谁要是自以为是能踩他两脚 只要没一下子把他弄死 就要做好被他反扑的心理准备 夏小兰性格强势 季江源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过 夏小兰压根不相信他的保证 直接问他 你觉得你妈妈会怎么对付我 我听宁雪同学说 你们家在教育领域应该是有点根基的吧 令堂会不会 季江源 我告诉你 华清大学是我凭自己本事考上的 我不允许谁在学业上给我添堵 学业上的障碍 只能来自于知识的难度 夏小兰要是学不好这个专业 是他脑子笨或者不够努力 这两种结果他都能接受 还会反省自己 但人为给他设置障碍 让他在求学路上受挫 夏小兰绝不会心思手软 这标准不局限于季江源的妈妈 就算是周成的母亲 也没资格干这种事 谁毁人前途 谁就活该被报复 这种情况 夏长征的感触应该比较深 季江源他妈妈要是动手了 夏小兰谁的面子都不卖 别说季江源 就是汤红恩来说情都没用 这种原则性问题 夏小兰是不会退让的 季江源张张嘴 想说他妈不会这样做 可到底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任何人都没办法替别人担保 季江源能保证的是 他自己的做法 季雅会怎么办 除了季雅本人 谁也没办法确定 季老爷的名声 季雅从来不会替别人考虑 季老爷活着的时候 季雅也很少考虑 老爷子的想法和感受 没理由季老爷都死了 季雅反而一夜之间 从偏执自私 变得成熟懂事 那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季江源都不相信 会发生在自己亲妈身上 我会尽快 回美国 彭城 汤红恩挂断电话 钱岳父已经出殡了 他才得知其去世的消息 季家人肯定不会想看到 他出现在葬礼上 汤红恩有点自嘲 有人在葬礼上看到 季雅身边 跟着一个外国男人 都出席季老爷子的葬礼了 想必和季雅的关系 也是确定了 季雅嫁不嫁人 汤红恩其实并不在乎 他希望有人能在季雅身边 能安抚他的狂躁 如果季家允许他接触江源 那是最好不过 不允许 他也只能偷偷摸摸接触下 弥补自己的遗憾 当然很重要 但知道季江源过得好 汤红恩会更欣慰 领导 杜兆辉又来了 彭秘书敲敲门 杜兆辉是带着 大笔资金来捧偿的 除了汤红恩迟疑 谁不欢迎这样的投资者 改革开放的捧偿 就是需要有大量的外来资金涌入 外资为什么愿意来 也是因为特区的各种优惠政策 不管征荣集团 暗地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生意 杜兆辉带来的港元 却是扎扎实实不作假的 汤红恩也没办法拒绝 拒绝投资 还搞什么改革开放啊 刘天泉在彭城 还搞什么歌舞厅 可杜兆辉带来的资金还没落地 征荣集团在彭城的记录 是干干净净的 请杜先生进来吧